余數的意思 求余數 比如說這個 這個裡面我們出生個裡面的詞 MOD7 如果余數等於0的話 特別說 如果余數等於0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 整除 對不對 另外的話 AND第2條件是 裡面不能等於0 因為如果等於0的話 最後結果也是 也是0 所以0 就不是7的 能夠7整除 所以 去掉 就是 第一個能夠被整除 AND 第二個是 不等於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0 這兩個條件 都要成立的話 那中間我加上什麼 加上AND連期 第一個是 能夠被A整除 A的話是 這個使用者輸入的 第二個是 不等於0 那接下來的話做什麼事呢 接下來就是說 我要把裡面的 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詞 就是第一個 把它做slate 這個slate之後的話有個slation 那其實你用錄製的 如果你不知道哪種格式的話 你可以用句集錄製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什麼 要 白色的字 就是 紅色的底 那其實這個底下 這兩 這兩行 有沒有 是用錄製就可以知道了 然後呢 它的顏色就是 selection 點什麼 點funt 就是字形 點color 後面叫rgb rgb3原色 如果 因為它0到255 就是 rgb 紅 綠 藍 那全部都是255的話 就是 白色的 那如果全部都是0的話 就是黑的 那255500的話 就是紅的 這個就紅的 r就是紅的 gb gb都沒有的話 就是 這只有紅色有 有顏色 所以 phone color的話呢 就是 白色的 然後呢 這個是 intro的這個 color就是 底色的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就是紅色的 那這個地方就 判斷完 如果是 這個條件的話 那就幫我把它改一下 顏色吧 OK 那跑完之後的話 就會完成 我們要的結果 OK那這裡的話 當然 我們 執行 出來之後的話 最好是 再複製 用複製的 方式來做 移到最後 這樣的話 那你可以 這個地方 再執行 某數的 倍數 某數倍數 然後輸入一個 11好了 按個確定 有沒有11 所以這邊會出來 但是這裡面包含正負 如果是沒有 負數轉正 那把它再轉正的話 OK那就變 全部正 那因為是 負是一個 所以這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就是 某數的倍數 把畫面 再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